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最近我一个朋友联系我说 让我给他和他的家人要做一套比较完善的保险规划 我当时还挺纳闷的 因为这位朋友之前一直对保险有点偏见 觉得这个保险是骗人的 那我说你不一直觉得是保险没用吗 怎么又突然又改变想法了呢 他说是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他的父亲在过马路的时候 不小心被车给撞了 这个赵世泽也跑了 父亲年纪也大了 60多岁 身体肯定受不住这么大的撞击 就直接的住进了ICU 大家知道ICU住上一天就要花上上万块钱 结果半个月十几万都烧光了 那他老爷子这一出事 才让他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了 因为他父亲本身没有社保 所有的开销都要自费 这一大比例要费 对他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他刚忙完父亲的事 就来找我做保险规划了 那其实现实生活中 像我朋友这种情况的人 还有很多 一开始可能觉得保险没有用 根本是白花钱 那等到真的出了事 就想起保险的好处了 但是保险这种东西 也不能说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买 保险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 不会干这种亏本的买卖的 所以为什么我总劝大家 买保险一定要趁着健康 趁着年轻的时候 早点给自己和家人配置好 这样的保险的保障 那未来一旦有这个风险发生了 还有这个保险替咱们扛一扛 咱们辛辛苦苦的钱 也不用完全交给这个医院了 如果未来没有发生风险呢 那是最好的了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保险买了不用就亏了 健康平安总归是咱们最想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